孙女士一家是加薪于心人 她说家里老房子拆迁 分到了安置小区秀才院三套房子 一共三百多方 今年七月下旬秀才院交付了 可一场大雨 浇灭了孙女士的好心情 前两天吧就开始泡水了 就是下大雨 就是我们所有的地下储藏室 就是泡水了 当时水应该咽到这里 因为我们里面都是水 都在这边 小区的单元入口处 是一个半米左右的下坡 坡底有条排水渠 往里走是每家每户的储藏间 还有一个电梯间 现场可以看到 地下还有少量积水 孙女士提供了一段视频 说是小区业主拍的 其他单元楼的淹水情况 视频中一楼的积水 大约没过电动自行车轮胎的一半 小区地面上没有积水 我们家反正车库你看 全新的马桶 然后还有这种大理石板 全部被淹了 这个大理石板是已经天然的石头 是已经透进去了 就你擦都擦不掉了 我的经济损失 谁来赔 孙女士说 除此之外 电梯间也因为积水 暂时无法使用 给不少正在装修的居民 带来了不便 我们这边拆迁的有的都是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的那些老农民 腿脚也不是很好 11层 你说拿个电梯房就是为了不想爬楼梯 但是没想到现在还得天天爬楼梯 我们诉求就是要把这个排水系统重新做好 然后我们的损失要排 记者去其他单元楼看了一下 也有淹水的痕迹 找到小区物业办公室 大门紧闭 孙女士拨打了门口张贴的物业办公室的电话 我几天几天没睡觉了 今天是不起药来的 在休息了 下暴雨的时候 咱们物业有做过哪些防水措施吗 我们住了呀 我们排水 都是都在排水呀 下暴雨之前有没有做一些杀地啊 这样先给它堵一堵之类的 这个我现在也无法回答 根据墙体上的公式 小区建设单位是镇里 施工单位是中原建设集团 孙女士联系上了中原建设的黄经理 这是水棒开始没调好 水棒没调到自动 然后就这个水井满了 这个水都从水井里面出来 这个水棒没调好 现在水棒已经调好了 下次如果再下雨的话 这个问题不会出现了吗 对对对 今天下午他们会搞好的 上午那个人一起来了 关于居民们提到的损失 黄经理表示可以先去登记 会有相关单位做出赔偿 于新镇承建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维修正在进行 赔偿方案也在商议 1818黄金焰记者报道 参照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